哇 要冲开红球队了 母球 哎呦 好弦呀 力量发得很大 刚好跳过红球 这个涉及到了一个斯诺克的规则 当母球在击球前 跳起一个球的高度 那算反规 当你击球后跳起一个球的高度 就不算反规 一定要确定是击球前还是击球后 像刚才梁文博 是把红球打下 以后母球跳起了一个球的高度 这个不算反规 但是如果是你跳过去打那颗红球 那是叫击球前 这个是一个跟九球的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分球 好球 给点运气 再看看 左边的这颗红球底带有没有机会 还有一个中带 看两个哪个有机会 贴得近了一些 这个 再看一个 有机会 选择左侧底带 好球 跳到蓝色五分球 角度 角度似乎有点直 没关系 推过去 小了一点 应该 再看看粉球 下边的两颗红球 右下角底带有没有机会 推下篮球 看看粉球下方的两颗红球 右下角底带有没有机会 上方的你 对 红球好一些 应该停到这个 应该停到这个位置 应该没问题 没问题 两颗都有下 好弦 好弦 烧烧烧的 看母球的位置马上就不一样了 没关系 高杆轻轻吹下 K一下三颗球下方那颗红球 叫粉球下方 这样顺势能把那个三颗球都给的 K过 对 而且能够把母球停住 滴杆轻轻一点就可以 需要很准 好球 效果不错 海涛所说的 不但右下底带把黑球打落 而且轻轻的 把这三颗红球K开 35比8 好球 36比8 先把粉球附近这个散落 这三颗红球啊 记到自己的名下 嗯 再考虑别的 好球 叫的中带 43比8 应先了 35分 下面有两颗贴着底裤的红球 很关键啊 中帝干一横 叫红球的右下角底带 左手刚好啊 打进粉球50分 领先了42分 加上这两颗红球就算打两颗粉呢 14 14的话 不够 因为台面还上 还得继续处理 还有五颗红球 对 台面五颗红球不够 还得把这两颗都记在梁文博的账下 剩下还有五颗红球 都不是很好处理 对 左侧最外边的那颗红球可能成为好一点 它在算分啊 如果要是不合适的话 可以考虑这干的K球了 看看有没有运气 红球踢了出来 中带应该有 这个就是战术啊 职业的战术 如果我可以 为什么一直在算分啊 如果超分了的话 是一种方式 对 如果我只需打最后一颗红球 我可以超分 那我没必要去K 但是不够 那我这必须要K 这个是战术 给点运气 看看有没有 还可以 黄球啊 刚好跟母球有一个角度 低分区的彩球过度一下 但是黄球要打得很准啊 这个角度很小 不容有失啊 黄球要打得非常准 58比8领先 50分台面胜 5颗红球 最多可以打到67分 很关键 好球 看看力度 刚好出来 非常好 非常好 60 61 不停地在看分啊 对 也是 不甘于就此认输 虽然马奎尔我有三个赛点 不知道是不是这局比赛开始之前 现场观众又喊加油声鼓舞了梁文博 好球 叫到中带 超分 超了一分 还需要打下红球啊 超了一分 马奎尔不会认输的 打下这颗红球 再打一颗彩球 马奎尔一定不会站起来了 很关键 好球 剩下的属于梁文博的表演时间了 现在单杆69分 还有三颗红球 台面还剩51分 没问题 开了一下红球 刚好 没问题 梁文博通过自己的努力 挽回了一个赛点 5比6 看看梁文博在那 让我再打一次 虽然最终没有能够把红球击落 能够实现单杆过百 但是好在是挽回了一个赛点 将总比分改写为5比6 还有机会 现场的观众 以及电视机器的观众朋友 我们也拭目以待 看看梁文博能不能继续 顽强的坚持到最后 我们下期见 我发现